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第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林彬 欢迎第兄姊妹继续为我们查考诗篇卷三的第八十九篇 大家好,我是梓山 很高兴再次从大家查考诗篇 今次是第89篇的第二集 梓山先帮我们很简单地介绍一下 上一集的内容 上一集我们读过这篇诗的标题注解 知道它的作者是以斯拉人以探的侯蕊 这篇是一篇训绘诗 主要是教人如何过敬虔的生活 诗篇第89篇总共有52节的经文 我们将它分成三段同一个结语 第一段是由第一至到第十八节 在上一集我们查了第一至到第四节 讲到诗人歌众神的慈爱、慈悲和信实 在第四节最后的地方 有两个细字写着《世拉》 表示诗人会在那里停一停 然后再由另一个角度去赞美神 所以上一集我们也停在那里 诗人除了赞美神的慈爱和信实以外 接着下来的第五至到第十四节 他赞美神的权能 在五至到七节 诗人首先赞美神在天上掌权 芷珊帮我们读这三节经文 好啊 诗篇第89篇五至到七节 耶和华哦 诗天要称赞你的歧视 在圣者的慧中要称赞你的信实 在天空谁能给耶和华呢 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 他在圣者的慧中是大有威严的神 比一切在他四位的更可畏惧 圣者的慧 是指天使和天君在神的面前聚会 神的众子是指天上的使者 诗人形容神在天上是非常之威严可畏的 人间的所谓神 没办法可以跟他相比 因为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 才是那位造物主 其他的都是受造之物 接着下来的第八节到十四节 诗人赞美神掌管全地 芷珊帮我们读八节到十节 好 诗篇第八十九篇八节到十节 耶和华万君之神哦 哪一个大能者将你耶和华 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位 你管辖海的狂傲 波浪翻腾 你就使他平静了 你打碎了拉哈伯 似乎是以杀的人 你用有能的傍庇 打散了你的囚敌 诗人赞美神有掌管大自然的能力 神能够平静 空途海浪 而人就没办法做到了 记得当时主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 曾经平静过加利尼海的风浪 显示出他在这方面的神圣 在第十节提到的拉哈伯 是古代近东神话故事里面的海怪 它代表混沌和邪恶势力 在诗篇里头 拉哈伯有时会用来暗示埃及 埃及的确是首先 敌对神和敌对神选民的外邦强国 当年神用十灾 才能够逼使埃及的法路 放走的以色列文 诗人说 打碎拉哈伯 表示打败埃及 这个词语 亦都用来赞美神打败所有的仇敌 除此意外 神的权能亦都彰显在祂的创造方面 一起看十一和十二节 诗篇第八十九篇十一和十二节 天属里地也属里 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为你所建立 南北为你所创造 他柏和黑门都因你的名欢呼 诗人用天地 去代表整个宇宙 又用加南地的两座山 他柏山和黑门山 去代表整个世界 他们全部都是神创造的 亦都是属于神的 接着下来的十三和十四节 诗人综合赞美神的本性和权能 诗篇第八十九篇十三和十四节 你有大能的傍庇 你的手有力 你的右手也高举 公义和公平是你补助的根基 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 在这里 诗人提到更多神的本性 包括神的大能 公义和公平 慈爱和诚实 相当之周全 诗人对神有这样的认识和信心 难怪他在黑暗无光的日子 还能够赞美神 而神亦都越纳他的赞美 在接着下来的十五至十八节 神指出 能够这样赞美他的是有福的人 诗篇第八十九篇十五至十八节 知道向你欢呼的 那民事有福的 耶和华哦 他们在你念上的光泪行走 他们因你的命终日欢乐 因你的公义得以高举 你是他们力量的荣耀 因为你喜悦我们 我们的国必被高举 我们的盾牌属耶和华 我们的王属以色列的圣者 以色列的圣者是指耶和华 知道向你欢呼的 的意思是懂得用诗歌 敬拜耶和华神的人 子山啊 是 这种人有什么福气啊 嗯 经文说 他们会在神的念光中行走 这句说话的意思是 他们会在神慈爱的看顾底下 时时都欢喜快乐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福气呢 还有就是 他们得以高举必被高举 那是什么意思呢 意思是 神赐给他们的胜利 使他们可以高唱海歌赞颂神 哇 我觉得诗人和神之间有令人羡慕的相向交流 诗人在困境当中仍然歌颂赞美神 而神就用诗人意想不到的欢乐和胜利作回应 使他有盼望 我们查完第一段 由第一至到第十八节的经文了 诗人对神的赞美 希望也会成为我们的提醒 无论处境如何 得时不得时 我们都应该凭着信心去赞美神 赞美祂的慈爱 信实和权能 阿门 今集的《茶经》就到此为止了 下一集 我们会开始查诗篇八十九篇的第二段经文 《茶经》 《茶经》 科学部 席 中国聋 他《茶碎 Move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